儒家经典中庸把朋友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一起作为天下最重要的五种关系 那么朋友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该交什么样的朋友 历代加法加训 又是如何训导子弟交友之道的呢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传世加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即将为您讲述 亲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各种思潮海量输入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遭遇严重挑战 那时候还不流行二来少爷之类的 一个小经理便荣耀无比 万元户更是少见的奇迹 但有一种思潮 却在很小的圈子里边悄然流行 升官发财的要么离婚 蹲掉原配寻找真爱 要么绝交 告别旧朋友 拖展新人们 曾广祥文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六个字 富一期贵一友 有钱了换老婆 升官了换朋友 这种现象不是主流 但反映了人性的卑务和事情的功力 但在历史的纵深处 我们总能找到那么一些有解操的人 他们让历史充满了人性的温性和道德的软光 东汉建国之处 官武的身边有个高级官员叫宋洪 这人有才有貌 有德有贫 有味有钱 属于极贫的暖男和行男 刚好啊 官武的的姐姐 胡杨公主刘皇的老公死了 空虚寂寞了 急于找个新老公 有一天姐弟俩在一起 官武的就问了 黄姐看上谁了吗 有没有中意的人选 刘皇不好意思直接表态 就委婉地表态了一个人 谁呢 大帅哥宋洪 刘皇说 宋洪先生长得帅 官位也高 品性也好 人员也不错 官武的知道怎么回事了 就说老姐放心 这是我来操办 虽然是皇帝 但这是不好办 因为宋洪早就参加了 官武的动了一番脑筋 想了个办法 有一天皇帝弟弟 让公主姐姐坐在屏风后 特招宋洪前来 聊天聊地 突然就切换到 如下一段场景 地位洪曰 燕燕 贵意交 富意期 仍情苦 洪曰 成文贫贱之志 不可望 糟糠之期 不下堂 地固为主曰 事不谢意 皇帝启发式的开始提问 民间谚语都说呀 深奴冠换朋友 发老财换老婆 这是不是人情所向呢 宋洪人长得帅 但脑水足够 马上知道皇帝大人先干嘛 赶紧回应说 微诚也听到民间一种说法 贫贱之教 永世不忘 糟糠自欺 永不下堂 光武帝知道这小品演不下去了 干脆直接回头 对屏风后的姐姐说 黄姐 这是黄 这不是小品 而是后汉书的真实记载 其中光武帝的豁达名礼固然难得 但宋洪的重情重义 更令人肃然其境 今天把这家朋友称为结义 这种友谊如今时 志同道合坚不可摧 如南乡同气相求 温馨绵长 所以又有一节经难一说 儒家经典中庸认为 天下最重要的五种关系就是 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和朋友 统称之为五大道 也就是传统的五轮 宋洪以遭康之妻不下堂 婉拒了光武帝 表现了对杰发妻子的情谊 还以贫贱之交不可望 表达了他对待朋友的态度 受到后世的称颂 那么人生在世 我们为什么要交朋友 一个真正的朋友 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 钱财易得 知音难觅 我们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友情呢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传世加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亲友 人生在世 为什么要交朋友 结交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之为朋友 怎样结交朋友 历代家法 如何殉道子弟 亲友之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话题 为什么要交朋友 朋友之所以成为五轮之一 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有无相继 强弱相复 大道理记说的特别形象 人和人之间交往啊 就好像出行 坐船也好 乘车也好 骑马也好 只有水路相继 才能最快达到目的地 先登岸的人啊 元首拉拉后边的人 走后边的人啊 你不妨推推前面的人 所以 人不帮人 不成功 马不接力 跑不快 土不相成 雷不高 水不积水 不成流 根据历代家法 交友的必要性 重要性 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同志异学 交友是成年以后 他上社会的第一道关口 相同志向的朋友 可以相互牟利 互相监督 共同进步 清代代甘肃春 教导子弟说啊 独学无有 则孤陋而寡闻 段位有 无有而可成德者 一个人 清登黄眷苦度 再怎么努力 也是孤陋寡闻之辈 从古到今 还没有听说过 谁能够没有朋友 一个人就能够成就 学业和德行的 第二 俯仁义善 曾子界定 君子结交朋友的目的 就八个字 君子已闻会友 已有夫人 君子结交朋友啊 是为了增进才艺 提升品格 朱熹将这种功能 称之为 利责之义 也就是说啊 梁鹏义友相互之间 可以感染静润 共同提高 为什么会有这种功效呢 朱熹的解释是 朋友之教 则善所以敬无成 取善所以义无德 朋友之间 能够诚心劝勉向善 也能够相互学习善性 增益德行 苏东坡才情天纵 胸无臣服 辨识天地之间 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说起来是朋友变天下 加上生性书阔大略 口无遮拦 我逼写我姓 性格才情过于外露 算得上是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 苏东坡这种性格 是姓还是不姓 从他的人生来看 是不姓 少泪脸 不计口 好几次 最终 新旧两党都难以容忍 不断被朋友出卖背叛 一遍再遍 克死异象 所以当很多人赞赏苏东坡 喜笑怒骂 皆成文章是一大优点的时候 清代的刘德行 却严肃地告诫自己说 即便高才如苏东坡 也缺乏俘人意善的唯有之道 喜乐笑骂都能够出口成章 在给苏东坡做传的人眼里 这是苏东坡的优点 优势 但他明显忽略了 苏东坡一辈子遭受祸患 就是因为财情外露 好开玩笑 很少交到真正的好朋友 相互敌利 共同尽得修善 清代著名的乡军将领 中国海军的缔造者 彭玉林 不典明地批评了 苏东坡这些大才子的所作所为 要求儿子应当虚解 自已 不能学养 历观民工俱清 或以绳色名人者 或以言语名人者 这遭轻妇 如自食应发 图语兼客 亦为人所畏计 历史上那些名人大家 不是以神色自傲傲人 就是以言语凝辱他人 这种人往往都是 自取父王之祸 你年纪轻轻 自以为财情应发 也沾染上了这种恶习 说话尖刻 不留余地 这很容易引来 别人的不满和记恨 这既不是为人之道 也不是交友之道 第三 独成众议 交友的目的是 诚心相待 情义相同 在任何时候 都能相互帮助 具体来说 有三个方面 首先 患难相复 汉代有个人 叫徐聚伯 朋友生病 他去探人事 哪知道刚好 凶路人打进来了 朋友就告诉 徐聚伯 你赶快走 徐聚伯说 我就是来看望你的 这时候我能走了 后来 匈奴人看见了 徐聚伯 很诧异地问 城里人都逃光了 你是什么人 还敢独自留下 徐聚伯说 我朋友病重 我不忍心抛弃他 如果你们要杀 就杀我 犯过我的朋友 匈奴人特感动 班师远去 其次 有无相通 朋友有通才之意 不能斤斤计较 这是一种异性 也是一种德性 王辉祖 经于事故人情 他劝戒子孙 在艰难时刻 如果确许要戒待 最好不要想亲戚开口 要戒 就戒朋友的 为什么 盖朋友有通才之意 果身相知 自观修起 计场之后 无他口事 固存弊场之念者 戴于亲 不如戴于友 要真是相知相亲的朋友 就有相互称戴的义 这才算是修起相关 互同友 还钱以后 也没什么人情负担 所以只要你有心还钱 与其向亲戚开口 倒不是向朋友通融 但王辉祖说的这种情况 仅限于真正的朋友 世上有一类人 平时酒肉争竹 吹胸排阶 满口道义 等着你开口借钱 不是不接电话 就说老婆当家 要不然干脆就不在服务区 你要再打 你就可能被拉黑 屏蔽 杜甲感慨这类交往 衣冠为力 以交绝 旷福大患 能相亲 如果结交的朋友 设计应投为力 都要绝交 哪还指望在患难时刻 相互救助呢 再次 贫富不宜 汉岳福补歌词 谈到朋友交往时说 彩魁莫上根 结交莫修品 上根魁不胜 修品交不成 彩魁不能上根 结交不能修品 一上根 魁叔就死掉了 你要是嫌弃朋友 贫贱 这有情的小船 数犯就犯 一个真正的朋友 能患难相符 贫富不宜 是人生巨大的财富 但云云众生 我们应该怎样择有 又怎么认清 什么样的人是义有 什么样的人是损有呢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传世加风 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亲友 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应该怎样 和睦相处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朋友意味着什么 我们应该叫什么样的朋友 一个家族如何强化族人的归宿感和身份认同 春节为何要祭祖 为什么说它是后世与祖先的心灵对话 寻找中国人个体成长的精神足迹 探索中华传组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 法律讲堂 法律讲堂系列节目 《书》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认同 奉承轻轻轻博无礼 傲慢轻调 引人走血 道的就是损友 康西朝大学士 康西朝大学士张英认为 则有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 要是交上损友 此辈独人如争之入口 蛇之蛰夫 张英教导子弟们说呀 损友如争赌 如蛇蝎 一旦入口蛰夫 破家亡生 势在难免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 真正的朋友呢 古代家法列举了四个标准 第一 品格端放 有人以至心 有向善之德 这是择友的最重要标准 既可以共同提高 还可以免去祸患 在历代家法中 为父为兄的 最担心子弟 被两种现象迷惑 一类是 以财代德 觉得有财的人呢 就应该倾心交往 隐为同志 明代高攀龙 专门盯出子孙书呀 如果一个人人品有亏 哪怕他财高霸道 也绝不可教 不可专取人之财 当以忠信为本 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获 皆是取其财 小人未有无财者 高攀龙提醒儿子说呀 小人都有财 没财的当不了小人 交友不能专取财的标准 应当以忠诚性意为准 自古以来 无数的君子被小人玩残废 都是取财 不取得的结果 另一类是不能区分 真小人和伪君子 季小兰长子不如社会 季小兰窃窃身见 天黑路化 社会复杂 不怕真小人 虚反伪君子 真小人一看就认得 伪君子则是 外貌磷磷 中藏鬼域 看起来像麒麟 鸾磷磷一样的 祥可仁慈 实际上内心却阴险狠毒 如同鬼域 这种人啊 刀藏不测 启灭无端 而回顾其行 则皆 黯然道貌 非若真小人 一望可知已 这类人看着是道貌黯然 但往往是心惨 诡计祸端 可以随时变形变脸 看起来是直道而行 大意凛然 实则动不动就挑起祸端 诱人败家丧德 千万要小心提防 第二 人格健康 古人没有人格健康 这个说法 但在教会子弟交友的时候 特别注意 对方的心理健康问题 具体来说 就是心态是否平和 对于那种动不动就 怨天尤人的 一定要谨慎 最好是避而远之 曾国藩劝诫自己的弟弟说 自古以来 牢骚太盛的人 必然被压抑 一辈子穷愁末路 绝不可能成为这种人 也尽量不要和这类人交朋友 为什么呢 无故而怨天 则天必不许 无故而由人 则人必不服 无故怨天天道不许 无故由人 无人能服 这样的人不仅自己不自在 还会搞得身边 一切人都不自在 曾国藩的观点 可谓知识之业 古往今来的大诗人 哪怕才高八斗 心态一旦失衡 人格就会扭曲 行为贱取乖章 最后都拦讨奔窜之苦 甚至杀身之祸 比如去远 比如李柏 还有孟浩然 清代乾隆朝 有一位天才诗人 叫黄景仁 四岁丧父 十六岁童子是 三千人中名列第一 从此就兴高天下 但后来科考 屡屡失忆 不反攻自行 反而认为 天降其才 无人能使 他有两句诗很有名 但特别偏激 十有九人看白眼 百物一用 是书生 这世上啊 十个人当中 有九个人 他都瞧不上 但偏偏就是 这些他瞧不上的人 都能够轻盈之上 唯独自己 百物一用 这种形态 严重影响了 他的行为选择 孤僻而又敏感 自卑还自傲 最终 三十五岁的时候 暴病而亡 盘玉玲对曾国藩的见解 深表赞同 他告诫自己的弟弟 一定要心态平和 手缺赖穷 盖无故而怨天 天心莫感 降之力 无故而尤人 人必不服 而痛抵之 盘玉玲所谓天心莫感 是不存在的 但按照现代心理学 一个人成天 怨天尤人 自圆自义 久而久之 确实会满身力气 惹人讨厌 甚至招来 群体性的诋毁 攻击 动物界的孤下 毒狼 就是因为不合群 被种情驱逐 变得更加残忍暴力 第三 性格正常 一人一性 这是常态 但正因为是常态 我们可以从 不同个性当中 抽象出一些 本质相同的东西 比如 温柔与暴力 宽容与即刻 刚与强横 前者我们视为 性格正常 后者我们视为 性格异常 管子就曾经说过 交居傲暴之人 不可与交 性格骄傲 暴力之人 绝对不能和他 做朋友 对于那些 为非作歹的人 离带家法 坚决要求子弟 避之如洪水猛树 否则子弟好学不厌 损友必然 会知不倦 还有一类人 看着聪明灵巧 但有损心性品格 也要仔细鉴别 谨慎对待 明末理学家孙其冯 教会子弟说 多一份智巧 损一份缘起 一个人无论是自处 还是交友 都应当紧扣 扑捉 多藏善恋 千万不要卖拢小聪明 也不要被别人的 小聪明迷惑 为人多一份小聪明 就会损一份善恋 动摇善根 要么成口舍之利 要么成奋进之争 无意欲人 有损于己 第四 学养高超 最简单的标准就是 盛己 超过自己 童子的交友原则之一就是 无有不如己者 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 去交朋友 曾广祥文表述的 更浅静直白 交友需盛己 似我 不如我 交友一定要教 生活自己的 这是否是太功利了 不是这意思 真实意思是 物以类居 人以群分 既然是朋友 肯定有超过我的地方 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朋友 比我强的优势 优点 如此才能 相辅相成 共同提高 清代教寻 传递给子孙的经验是 于生平与朋友教 必求其身我处而学之 自调灵以至于经 皆如事也 我生平朋友很多 交往之际 特别留意学习 它超过我的地方 从少年到老年 莫不如此 正是这种虚心求教的心态 成就了教训 成为著名的理学家 数学家 还是著名的戏曲理论家 走中堂教会子弟时 也强调这一原则 交由必则圣我者 一眼一动 必胜其毁 尤为切尽之徒 交朋友一定要教 胜过我的人 严心举止 要尽心观察学习 特别是要看看 他是如何谨慎 避免那些 可能带来后悔 和灾难的人和事 这是最切近 最管用的路子和方法 我们讲了交友的重要性 和择有的标准 那么朋友相处之道 有哪些规则 交友还有哪些禁忌 历代加法 又有哪些创建性的训导 请看下集 谢谢收看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一个好的朋友 给我们带来事业的成功 和精神的愉悦 但如果遇到损友 则会给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麻烦 那么交友过程中 我们又该怎样 识别损友恶友 历代加法加训 又是如何解读 亲友之道的呢 下期刘云生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亲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